好,然後今集的動漫模生,啊不,今集是Leo動漫模生 Plus,那就是我這位主持愛花的老婆公有馬二啦 你是不是叫我愛花的老婆呢? 說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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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花的老公有馬二啦 其實是,大家好,我是Leo,其實我是Leo姐的亞總 什麼亞總有馬二? 剛剛經過的阿澤 嘉賓啦,你們 好,啊,說到這麼多東西,當然是說到,已經涉落了天璣,已經涉落了,就是我們今集是說Leo Looper 可能聽到會奇怪,為什麼我們現在才說的呢? 嘉賓不是說了那麼久了嗎?這遊戲出了很久了 那當然有原因的啦,這遊戲二月十四日發售的,為求我們達到全真全面全無的照顧 我們要體貼入圍,玩了四個月閉關修煉和愛花董人角度親密的接觸之後才做一個專輯出來 就是,嗯,那就夠完整啦 恭喜你,你們全部都是愛花牌的 咦,對了,我剛才說的是,我是愛花牌的 我是愛花牌的 我簡直沒有玩了很久了 我們要先打開咪,打不打他 我們好,請成一等一分鐘之後 我們不打開咪了,我們已經打完一輪了 為什麼你不玩呢?大哥 我們是一個玩家,我們玩的理由 你看一些非玩家為什麼他們不玩的理由都要,是不是?我們中立的要 那我都玩過一下,不過有時候就覺得,可能在時間上不太空玩 那玩一下就不玩了 我是因為模組的問題 我個人是接受不到3D模組的,不知為何 是立會方面的3D模組 基本上很可以玩 但是一到3D,例如 很多很多種遊戲都很難說的 Ice那些呢? Ice那些更加不行,真的不行 我曾經聽人說過 3D加美少女 或者Ice那些遊戲 你差一樣東西啦,那個字是英文字幕 不知道排多少位 我不能說那些 那Luppert 其實就像剛才各位這樣說 去到這個Luppert的階段 就變成有 都叫3D 以前說NDSC都是3D的 那現在這個3D當然是因應回 3D機 3D模組會比以前更漂亮 至少沒有狗牙,沒有馬賽克 至少他這樣說 在立體方面 如果你打滑滑的時候 就有3D 打動畫是沒有3D的 所以其實它的機能上半 蘋果的畫面就是 開了3D後 好像浮出來的效果 這個可以一會再說 我們說一下這四個之理 這四個以來和愛花生的心得 其他兩位女朋友的玩家 我未玩過 我不會 不易自平 發生什麼事我不知道 我就是愛花經歷 這四個以來 其實 和舊版其實沒有分別 基本上 他這個所謂的Luppert 其實就是用回第一代的劇情 你當然是會沒有熱海旅行的 聽 以科樂美的金光話 熱海會遲些 遲些更加回 不要理解 今代當是第一代 無印版的改良和修正 他怎麼說 理論上就修正了 即是增加了一些多的事件 例如 平時 可能一起上學 放學 見過什麼考試 有什麼旅行 可能一起 甚至多一些新的事件 例如你在家裡吃東西 會有更多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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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這樣的劇情 基本玩法和之前 沒有什麼特別的分別 都是24小時 隨時後面 和現實世界 同步縱行的 一個戀愛遊戲 至於什麼時候 玩到後面 應該沒有 是天荒地老的 我想問有馬爾 其實你知道 要在舊的NDS 整個Safe 是很麻煩的 所以有兩批玩家 有一批 怎樣都要Safe 有些人 重新在NVDS 重新追求外花 那你究竟是哪一種呢 想到2月13日12日 我們香港 不知道為什麼 會有些 迷之渠道 很新的 預算發售 當然 但當時 是這樣的 今代的計程系統 跟以前 我們說以前 第二代的計程系統 有兩部NDS 互相對碰 或者可能日本方面 店家會幫你 過檔 香港就沒有這服務 那怎樣呢 我們會在今代 在科樂美 在任記的App Store 當作是App Store 地區 在App 讓你要用200Yen的App 下載回來 將你的Data 由NDS 轉到3DX 根據科樂美 那邊 Colombia 原本不想要錢 但根據 任記 規則 規定要錢 就訂了200Yen 順便加多些奇怪內容 例如 AR照 隨時約會 那些東西 總之 今代 就是要找到 App 過檔 才可以用到 舊時女朋友 搬到新屋 但問題又來 那個App 限死於2月14日才發售 但香港偷跑 怎麼辦呢? 只要搞和媒 暫時 開個新西玩 到2月14日後 才開個App 再過檔 當然有些 如果開新西玩 今代 劇情上 CG 系統 和上代 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即是說 無印時 如何追求女朋友 由戀愛模式 經到 交往 戀愛 拍拖後 前段時間 其實劇情沒有分別 就是 抽一抽 有馬水 你如果說 香港會早幾天 香港會早過日本 作為一隻 沒有行貨的遊戲 這個問題 你先想想 首先 這個問題 比較好笑 那 作為一個 被何故笑 成為水貨佬的人 大家一定要認真 就是 日本的Amazon 最早 可以早四天出貨 所以 日本應該 有人在10日 拿到這遊戲 比你玩四天 講完 喂 他剛才講完 繼承問題 我剛開始講完 為何會開新西玩 開新西玩 因為當時未能繼承 如果是出了繼承 就是搬了新家 是從他搬了新家 遲人一步搬新家 其實全省都是二十歲 才一般 真的問題 你可以早些混合另一個 樣子相同 但是 跟平時女朋友 有一個不同的女朋友 看得到是 都是一樣的 可能寧奶 和岸花都在走 黑白帽 和不黑白帽 一個命 一個純情 我想大家應該 在官方發售日期 之前已經買到這遊戲 其實 保留的問題 很多人之前都考慮過 我看不懂可以算成 因為時候回到很多問題 出現了 最後 我想最後沒有算成 因為第一 我沒有玩過 這個 那個 第一代是 無人版 第二代 moves 第三代 這就是 只要你把它套進去 IPAD 那裡 差不多了 你知道以前很多時候用我一張迷之卡去玩 不知道什麼卡就是普通卡 結果過不了下去 我最後還是選擇重新玩過 我覺得其實在友情模式 初初叫友情模式 同學模式 同學模式 友宅模式 因為我玩過舊版本和新版本 其實我覺得在畫面上 New Love Plus應該是靈了很多 我可能會當作是一個新遊戲 去玩同學模式 好像也會加了一些活動 不同的三個女角都會有些關聯 但很少其實不是大家的關係很大 好像最初Konami出這遊戲 也很強調三個女角有很多互動的情況 其實你覺得每個互動情況多不多 我覺得時候好像比較少 友達模式的互動情況 就是 怎樣說呢 因為我上初無人版就是追了一次 然後第二代再追一次 第三代都照追一次 所以我可以說得到 怎樣說呢 一、二、兩代其實 友達模式過程 就是追女那邊沒有什麼特別分別 去到第三代有少許分別 第三代 當第二代我跑了外花線的 另外兩位小三也好 不知二奶也好 亂入情況是比第一代超多 嚴重程度是 你追著外花線 你打算去找她的時候 其他人是會走過來搶她 搶她的頭 等於大家好像在看 不知某些額內接哪一集的搞落遊戲 害怕這樣 男主角也不用做事 都很不知要湧過來 有些什麼都不做 誰會走上來找你 所以騷擾你 就是 這個是跟一、二代分別 對一分別之外 就是 因為整個聯合 就會拖延你的拍拖時間 以前玩友達模式二十多 不知道十多二十多 最快都應該是四十多五十天 所以才可以 初到好像幾十多三十多天 對 都不可以 因為很多Event 它還沒出完 其實 一定要夠四五十天才能夠出到 今度也聽過 追到一百天都追不完 一百天是試過追不到的 我是試過追不到的 先問一個問題 作為一個實時向的遊戲 你們說那個日 是真的現實時間 是否會對應五十多天 還是大家會改中 不是 因為我好像聽說 有得改中 先說一下 套牌的友達模式 不是根據現實時間 同步流動 即是你一天之外 可以狂插十幾二十 即是你設定好 只要早五萬四個 即是四個時段做的事情 然後就像以前玩 新調味一樣 設定好學習、運動 一次的按鍵 衝進去就可以了 但到戀遊模式 才可以跟隨一下同步 所以為什麼 但是有大模式有問題 有個規矩 就是一百即是要告白 告白成功之後才能跳到 戀人模式 那為何跳不到呢 失敗了會怎樣 跳不到就後面 重新打 這個算是 你怎麼會追不到的? 因為我開三條線 做人就不要開後方 大家打戰女神最多聽過六翼天使 三翼天使真是難飛的 所以是很容易墮機的 兩隻翼在旁邊抓 還有一隻翼在背面 那條應該叫尾 記住這個遊戲是比你一對一不一對多的 你硬要違背遊戲設計 一個殺三條船 倒閉了不關人家的事 不關遊戲的問題 我想補充像New Love Plus 裡面的確可以開到後宮 可以把三個女國的戀愛度好感到最高 然後得到一個成就 但當然最後不可能三個都追到 始終要決定一個 我覺得是有這樣的成就 還有CG包括有三個女國 可能外花和玲玲有一個CG 然後玲玲和麟子也有一個CG 如果你不一次過同時開兩個或者以上的話 那你是拿不齊的CG 不是這樣玩的 我知道你純奈是 他給你三個殺你 一個殺開一條線 另一個問題是 因為他們兩個角色有 兩個或三個角色都有 或者是爭合坐 如果你不同時走兩條線的話 那你不會拿到一個CG 不是啊 還有一個問題是 你覺得CG有下伏有東伏 即是下一個要爬一次 冬天也要再爬一次 其實那個我聽說可以在回想Mode 再run多一次那個Event就可以拿到的 那我就沒試過 因為有些Event我看見有下伏 Event只有東伏沒有下伏 一下伏沒有東伏 我不知道為什麼 算了 我想大家玩這個甩佛系列 都不打算草存CG 通常我都草存CG 所以我才會這麼麻煩 要開三條線 如果打上草存CG 是用無印版或者第二代玩好些 第三代玩 你的有答母是非常痛苦的 因為今代有答母是非常不流暢 好多阻礙你浪費你時間 浪費你波中的系統或者劇情 就是如果是以前的玩家 可能玩開無印版 或者第二代的 一早就跑完 有答母就跑滿了 那之後現在他會很happy 但最慘的問題 因為我是用正版來計成的 我發覺 好像是你那個角色 你走的路線拿到什麼CG 你計成的時候 就只有那些CG 你是不可能拿到其他人的CG 不可以其他線的CG 同一時間拿到的 那算了這個世界 即是選同一世界才有不同的東西 那我就玩一條線很專一 我不會那麼花心 所以我不知道這些東西 果然是愛花嘴街伴侶 哈哈哈哈 你去老婆 不要再加一些奇怪的稱號 可以很多奇怪的稱號 我可能是她老公來的 那怎麼打夫除夫呢 我相信她不要 對 對 那這一節暫時就這樣 下一節回來再講其他 Lupus Lupus 裡面還有其他 什麼特別的機能 讓大家有講到驚喜 下一節回來 好了 上一次我們就講到 這個Lupus 的玩家 這幾個月有什麼 辛酸有什麼Geno之後 去亂人模式 其實 發唆的時候也有很多風雨 氣女氣女同樣精彩 回歸在Lupus 的發售過程 首先 其實她原本應該是 201年底發售的 她這麼說 但因為多次不明 懸根的延期 延到2月14日 就發售了 這件事有抵抖 有抵抖 2月14日發售 但問題是 2月14日不一定要入到手 那如果沒有了 情人節Event 錯過的話 就等一年才有 這件事 是一定要插的 真的 2月14日 你再一個 著頭發售 情人節很開心 對問題 第一個 Lupus 就是 8點 第一個Event 之後12點 之後 第三個Event 到最後 晚上六點 如果問題是,店家開門,店家開門,我便要立即衝過去,店家可能下午開門,那我上午8點和10點的EVENT,就沒有了,對吧? 但是,你這些就算說得及,都是有DART模式的異形,亂有模式的應該沒有 計成,因為那時候你已經出了那個... 對,月14號計成了,DART問題,計成都很煩的,講一個經歷吧 我當時就應該是...但是,是14號那天,立即下載... 不是,剛才我2月13日、12日買了卡帶那天,還未出這粒粒粒的,插了一部VSO,很高興打一部機 當時我的SD卡帶像舊式,預設那隻是2GB的,裝了多久呢? 我一離開信網,賣在店家的那一部機,插進去裝,按按鍵安裝好給安裝,走一走,走完旺電三樓,看完零件價格了 我還未裝好呢?又等下,又走一走,又走一走,又走一走,裝好了 然後才可以,大家計成,大概大概大概不知道,不知道多久,大家只要走一次 然後出了套套計成檔之後,我計成機,我下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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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 下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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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載 應該20分鐘以上,下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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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張卡帶,不斷裝,大概都要等一小時之後才可以正式計成到你那一天 舊時的愛花回到新機那裡 又抽一下有馬水先 剛剛他已經說到12號還是13號拿遊戲的嘛 那天我是跟他一起撕打電話機的 你又說那張魚贏呢,你說給你說 那那天他收到一個電話,欸,XXX,有遊戲拿了 接著他收完電話之後,咦,我沒有帶單在身 接著就回家,在信我,然後回家,再出來拿遊戲 所以你應該計算剛才那些delay的 所以你才會這樣錯誤的 那些delay是非人為性,那些非精神性也不會有人煩的 所以你不計那些時間下去,不要計那些時間下去 我們算真的拿遊戲,再裝遊戲,再裝遊戲,再裝遊戲 要浪費的總共時間,要浪費多久 那些等待都值得的,是不是 知道我不等了,我買了16G的卡送 卡送的16G,當然我不會等的,真的 那卡10G的分別呢,按鍵 幾分鐘時間已經消失了 沒那麼快的,單於這個卡送了少許 但是差不多了,即是速度上已經有分別很大了 那我自己呢,基本上我就因為偷跑,之前已經開始玩 其實是趕得到2月14日,重新開始到一個戀愛模式那邊 然後它開了2月14日的事件出來 那其實我就用完裝的卡 那其實它沒有充滿,其實它安裝的時間都幾長 好像都有半個小時 嗯,差不多 還有,除了安裝的時間長之外 其實它本身遊戲的那個 拉長了那個運作的時間很多 還有,可以見到呢,你由開機 去到真是可以去到那個 main menu 的時候 是超過了30秒的 還有,其實真的補充一下 其實真的不建議用完裝的卡 其實應該沒什麼用完裝的卡玩 因為,之後下來每天的今生 和修正呢,會迫敗到那張卡 一定不夠用的,是 好,跟最新公佈啦 飛一下跳一下跳一下 6月中旬都說出的啦 那大家預備定卡帶多60MB的空間 最少,大家會做啦 又要玩新的卡 即是,如果你真的卡2GB 是真的不夠位的 夠買新的 2GB的話,我想我可以玩到一隻LUpper 其他都玩不到的 其實玩一張卡就 全部都是LUpper 那些卡 喂,好像有出LUpper 專用SD卡 好像8GB 對,就預理8GB 就用SDLUpper 哇,這些真是很適合生意 但我喜歡卡4或卡6 而不是卡10 嗯,我們這個問題就沒問題 知不知道為何可拉米 為何延期了這麼多次 是否因為Bug的關係 嗯,這就是上市之後 最多人猜測的其他真相 就是為何要延期這麼久呢 因為上市之後 即是24日開始玩 有問題呢 最基本的 即是2C's Wiki那邊已經列了一堆筆出來的 我跳幾個重點會說 例如說 繼承之後 時間會亂了 又或者繼承之後 有些Event 或一些C專門會沒有了 其中這個問題 你覺得好像很少 但是其實對玩家很大件事 玩家對自己女朋友 對了一整兩三年 熱海旅行 那些什麼什麼媒憶 你看C專門是沒有了 即是會灰灰,就會低 就是低 即是他們 簡單來說 他們當這個遊戲裡面 的女朋友 是真人 即是跟她 一起感情媒憶 但現在 當朋友失落了 就立即 啊,怎麼辦呢 大哥 保不回來 阿可拉米好像說 保不回來 會不會是只是過癮感想 咦?發生什麼事呢?我只是說我的玩家這麼想而已 你拆不到我 以上手工的立場只是代表有馬兒的立場 並不代表我的立場 嘩!這真是好朋友 對得這麼熱場怎麼辦 那麼有馬兒你有沒有中招呢? 過去的Safe 咦?我又沒事 暫時我上列了這麼多條筆 但我好像還沒看到有 即是說繼承的問題的筆 我還沒看到有 所以在這方面我想我們幾個都沒有太大感受 我重新玩過更加不會有什麼問題 重新玩過的話筆是會少些 但也有些筆的也是 我慶幸我沒有撞過那些什麼嚴重的筆 一兩隻都可能會有的 重新繼承 即是我繼承Mode的話 最大的筆我就見到 因為有兩個模式 一個是real time 即是我們實時的玩模式 一個是skip mode 可以不斷地同一天同一日 這樣滑下去 沒有了8月 沒有了8月 我在繼承之後 我發現在skip mode 是去了三萬幾天 但這遊戲其實出了幾多天 大家都知道 可以計兩三年左右 所以三萬幾天 是十幾年 挺好啊 你拿了一些成就 skip mode二千日 一萬二千年 skip mode有二萬日交往 我也在想怎樣去 這件事好奇 假如你用skip mode 在跳時間 例如跳完之後 去實時時間 那時候又會是怎樣的情況 都是一樣的 其實實時時間 照去 即是兩個平衡世界線 不過說 你可以在平衡世界 不斷地增值你 增值自己的知識 能力值 那些全部可以增值完之後 你去回real time 你用光它就可以了 這個怎麼用呢 大家都知道 約會是需要花費比試力的 那約會之 例如最近一次 上個禮拜考試 當我們錄音樂次數月 去考試 禮拜日 你提完回來 你能力機會變成零 明天考試怎麼辦 那你就糟糕了 正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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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很不明白 因為loveplus 這些能力會跌得這麼厲害 他用的藥會做了些什麼 知識 戀愛每方的學業 你有沒有讀書 為什麼要學 這麼早就拍多 但為什麼你讀一次書 可以扣出來六顆心 即是不會 你今天考一百分 明天拍完拖之後 發覺原來一定不分那麼嚴重 你覺得這個系統是不合理的 這個不是系統 這個是製作者思維的問題 其實更加不合理的是 為什麼你可以選擇 我扣多少成績 去換你的約會時間 對 即是 我換了六個心 可以 現在才撈早紀錄 應該是大概五月底 這次的就是 去過三峽地方 去過三峽咖啡 即是當是吃蛋糕一些 然後回家可以聽CD 打機 又可以做KKKK的 又可以上房 然後回家 他還可以上房 大哥 真是很開心 神經病 就是You Home 我還說You Home 好像去到家也可以 不是去一個 去自己家 去自己家 其中一個家就不可以兩人去 不知道可能扣了 總之是 整個過程是有十二點鐘 開始煮下午 煮下午 煮下午 大概一點多兩點鐘 我都沒有拍拖完 你通常一次拍拖 都可以整整整整天 或者半天 你上去兩個都好事 會整整整整 是咯 其實不知道 到不去遊樂場 打機地方 聽歌去聽 不知道幾分鐘 不知什麼事 然後又咪咪摸摸摸 晴一下 摸摸摸摸摸摸摸 這個問題就是 今代這個鏡頭的傾斷 是十分低能的 就是說 上代我們可以 閉欸上眼 還有我們可以 銀魄之鵲 我打 利答 相對 已經要穿成敵 我嘗過一次 很耐心 我終時食飯時間 用了十分鐘 拆到四星,四個心,完略就沒了, 然後官方解答他們, 我們剛才說過很多筆的, 官方說,橫過來而已,沒有筆的, 你們的NVDS連一翻炎,我沒有標準而已, 我一車拍頭說,阿山,我VDS拿筆的, 沒有貼任何東西進去,現在碰不到的! 你知不知道筆有問題? 你知不知道筆他的事? 你知不知道要用嘴來做的嗎? 用嘴單手指筆來做? 要用嘴才能做到的, 這個Konami是用心良苦的,你知不知道? 不是啊,他還很用心的, 頂受不住言論的壓力, 然後示範,親自放兩點,放在YouTube上, 示範,怎樣去Kiss, 在這顆佛室隔壁Kiss, 但最低能的是,官方花佛救他, 五分鐘,只有兩顆紅心而已, 多厲害,我真慘, 頂不見都做了兩顆紅心而已,大哥! 你吵了,真的 所以我到最後, 在不玩的那一天, 我都沒有再研究Kiss的問題了 Kiss的問題很帥, 現在很帥, 哎, 嘖嘖嘖嘖, 又有沒有就沒有, 現在很帥, 不過以前的無限Kiss模式都很煩惱 但無限Kiss的話,其實很簡單, 你會不斷地按子金紙, 看著動畫都按子金紙通常, 他超成幾百個Kiss, 對 food 喂!以前的Kiss, 錄到果物 ط可以到用的Kiss, 這是很懶的呀! 第一代, 也要每次Kiss, 會拍摸呀, 拿著阿, 搖一下難拿著, 先揭到, 次數第二代, дальше會有ked он Sonic province, 第二代很推 arist少後, 拍拖期間, 那部份的Kiss的意味是女方主動出手 你不用摸她 欺負她 也可以點到她 第三代才最麻煩 又捉了很久 都沒有捉到一個紅心出來給你Kiss 捉了五分鐘 想問一個問題 你想不想我落回Warning 冷靜一點 我們說每個年光門都可以捉一下菜 你說Cooking Mama要捉一下菜 都可以捉餅 那遊戲不是叫Cooking Mama 那遊戲叫料理老母 這個要教案令 這個要教案令的要處理 我們這些很純潔的大佬不加這個未來 好了 接著我們講完 有什麼問題呢?有不好的食堂 一日一錄一集 我之前那一句是 試圖所有不同的模式 包括長開3D 蓋上過去做好的事 有些問題呢 3D 其實真的試過 黑邊 人們變成黑色 走路 背景會走隔跳隔 我算了 都看不到 那些故事會變成白色 不知為何走下 變成空色 人們變成黑邊 嘩 那個經典 我公司忘記拿相機拍照 放上YouTube 放上Facebook也好 真是公開的事 即是 愛花會的一個黑影 不知為何事 那他會拍 欣賤他自己 不 網上 喂 不知網上 公過那次 不知誰 台灣日本的 打電話那個接過玲玲 出來那天是愛花 什麼 她 不就是愛花拿玲玲的電話來 給她來 都很簡單 不 接著玲玲就說 不要追我女兒 就這樣說 然後嚇到了 那我想 會不會可能 我自己這樣想 今次在3D畫面上很大的 跳躍性改進 結果她一改的時候 就變了更多問題 所以在畫面上 經常都好像有些爆隔 剩下飛下飛下 那我的問題 可能她想改善自己畫面 但自己又控制得不好 那我記得那時候 N3DS推出來的時候 Korami是推著兩隻遊戲 一隻是Metal Gear 第二隻是N3DS去推銷 N3DS 但結果大家出來看 其實這兩隻遊戲 Korami製造的3D 其實都不太成功 因為一同期有 包含HASA 或者Revulation 你比較兩家廠商 它推出的遊戲 3D效果 畫面 很明顯是CAPON 優勝很多 所以在這方面 可能Korami 在這方面不夠用力 所以在這次 N3DS裡的畫面 無論在畫面的質素 甚至很離譜的 爆隔的東西 都是處理得不好的 嗯 其實呢 這個問題 分兩個方面說 第一部分 就是Korami 本身她們有問題 她們的程式 看回 同樣是3D模組 即是像CAPCOR Mohan也好 3D光影 陰暗做得很棒 去到 你看回Metal Gear 也好 先不要說 同樣的動作 即是多次元 多平面動作 Metal Gear 它的光影 偏暗 沒有層次感 Mohan那邊那麼好玩 Luppert方面 她要計成舊的C 這方面就是 有些背景 她用回以前的CG 即是硬照 那些3D 真是低難 沒有立體感 但用3D 可能平日 回荷學逛街 那條路 那條所謂的 住宅街 不知道她做什麼 就 跳格 斌格 可能她的問題 她整聲寫得不好 或者可能有個問題 就是她靠在桌上 你便知道 這麼小的卡带 要放三位角色 如果人們在這段 又是在桌上 她家姊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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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 那些沒有3D模組 你有清楚 魚音 3D模組 不會撒到位 最差點是CV 把聲音 放進去 壓一壓就可以了 來 壓一壓 拿起來要解壓 那些過程 3DS 基本上不是特別厲害,你塞多東西下去就塞爆 所以他處理方面,要把東西拿出來,再挖一輪,轉不給你 最後一個人不知道發生什麼事,跳了就變成這個人 我這樣推斷,我不是程式,我不知道他可能不知道怎樣寫 就是大概這樣 這次New Lupus 裡面可能會加太多東西 大家都很救病他,他的loading很慢 雖然每次都要做一兩秒,但加起來就很消磨玩家的耐性 你們說你這麼Hardcore,這麼專業的外花玩家 我不專業 外花用家,不是外花玩家 他用家,你怎麼用的 你覺得這個loading會不會很影響你玩遊戲的 mood 我覺得其實所謂的深度玩家有兩種 一個就是玩Lopus 這款遊戲 另一個就是跟愛花談戀愛的勇家 有話而說,是勇家,不是玩家 嗯,時間關係,我們下次再說 好啦,那繼續拍這個動漫無雙 我們說到New Lupus,有很多人 我們回避了之後,會直接面對一下 有些人問New Lupus 這款遊戲 作為一個玩過這麼多代玩家 這代其實真的,他機能上 有很多地方令你很驚喜 有很多地方令你很想插他 就是,首先學剛才說 開機畫面,其實他有一個大問題 慢 舊時,大家都是這樣 日本開機有個loading畫面 即是公司logo,剛才有進去畫面 就是,同樣是這樣跳的話 上兩代的流暢度比,今代是好很多 不知道為什麼 今代,他不能強制關3D 一定要開3D 就算你打動也好 他都不是對快很多 這個問題就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即是,他這樣打滑的時候 會預算開3D 就算不開3D,他會當開的 就是,打動的時候 3D打動的時候 他不會開3D 但是流暢度沒有什麼大變化 其實他打動 純粹是不做3D模組的話 可能只是代機會不大分別 沒有分別 感覺上就沒有分別 即是,我沒有任何分別 即是,我沒有任何分別 還有,今代有多了警告字句 好像幾歲之前沒有 警告字句 是多了一兩頁 不,其實這個都不算 這個Lowlands 我算了 我不管他 當他做2秒 你不要裝進去 進去才多麻煩 進去之後 今代,以前很簡單 進去之後 就是,一句 預約行程 打電話 打電話 檢查電話 都是幾樣東西 但今代,選項好像 差不多一樣 都是這些東西 但麻煩很多 他介面上 用了一個類似Windows Phone的物體 我覺得Windows Phone Windows Mobile Phone 跟著 加上一個iPhone的殼 類似的物體出來 好了,這個介面的問題 首先,他把一些 以前的粒子很簡單的 複雜 上單 我檢查電話 以前按 郵件 檢查 外發寄了一些訊息給我 現在怎樣呢? 進去 收件的 送件的 不知道什麼 什麼 好,收件吧 收件吧 進去 有很多email 再按 有你看 復順 其實他快要復順 所以復順不是你打這個字 他有選擇 選擇 按完之後 你確定要鬆心嗎? 是的 送完之後 還回到郵箱 好 復順吧 為什麼不復我 一定要回到主畫面 他才會復你 不就是 不就是 有時候iPad也是這樣 這個是程式設定的錯誤 應該就是 有時候 在iPad那裡 你見不到那個 mailbox那裡 是有新email 你按進去 你就會看到那個新email 不呀 iPad 你向下一掃就沒事了 但這部 二指智能電話的 沒有任何二指智能電話功能 他不完全幫你 退出整個apps之後 你再進去 那你就見到所有新的東西 很簡單 這個真是 最好笑的 就是他有一個 送件夾 所以就是你近幾個 就是你發送的訊息 問題 他這隻app 你發送的訊息 是完全固定了 大哥 你沒有選擇的 那你看你用什麼 其實我玩個網 沒看過自己收警 發送的 有什麼送 我都知道 大哥 就是選項而已 知道內容是一件事 最慘的是 他每天會發送同一封email 給你這一刻 才是最令人害怕的 我們可以看到 我想問一下 你要剪什麼髮型 長頭髮 短頭髮 還是普通Semi Long 有 Long Long 短頭髮 我沒有選擇 我不管 然後第二天 你又問我同一條文 第三天 你又問我同一條文 這個就是今代被人 又在創插 應該屬於筆來的 屬於上兩代的email系統 會不會有這些 這個就是關乎 他系統的AR問題 就是 上兩代 其實 為什麼說上兩代這麼好玩呢 就是 普遍玩家覺得這麼好玩呢 那個女角 人性化 即是說他平時的言行談吐 或者是Message 真的覺得他一個人 好像宜珍的人 今代為何被人說 不像 泰國機械化 公式化 即是好像剛才所說 今天剪頭髮 很明顯就是 下次約會他 什麼髮型見你 很明顯是選項 你Long就是長頭髮 今代維持這樣 即是不變 Slock就是剪頭髮 大哥 你當傻子 一不一樣的選項 他還要問完之後 會再問 可能隔一兩天 我還沒試過連續問 簡單就再問 一個問題就是 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即是說 你沒有記性什麼 大哥 最佳的一次 吵架 吵架 吵架是沒有問題 但Message 那一刻 你看到他覺得他吵架 好像是你一個人回覆你的 即是你不知道 什麼事 之前一晚 最好笑的是 晚上 現在不知道很多人會看到 晚上 睡覺 我休息 我休息 大家睡覺 每一晚的 深夜 凌晨 凌時 零分 零秒 一定會 打給他 哎呀我現在很寂寞 很想見你 然後我 太熱 太熱 我就沒有 我受益都沒有人理會 但是我帶著起來 才見到修建 見到這套東西 然後在想 小姐你不是睡覺了嗎 你這麼寂寞 是不是想過來家裡 做些什麼 人家睡不著 想著你 你不要這樣 你作為人家的老婆 你作為人家的老婆 你不要這樣對人 我想問 有沒有玩家你覆過Emo 或者出去去他家屋 那裡做些什麼 其實我覺得 我是普通玩家 我覺得自己不玩 你不要碰自己普通玩家 嘩 多厲害 其實這個Email系統 我覺得很累積 很麻煩 很賴行公事 已經是賴行公事 每天都要開一開 覆他的Email 然後出來的時候 咦又叫我了 又要回去 又要看看他講什麼 然後按刪除 刪除就問我 還要刪不刪除 yes or no 然後yes 再出去了 才完成了一日回Email的過程 在這樣的情況 玩多幾天 我覺得其實都蠻厭的 還有每一日的Email量都蠻多 我試過一天成四封 五封 以前沒那麼誇張 以前其實一天都未必有一封 但你不要忘記 你每按一個按鍵 你都要用一秒給我 不是 他用一秒還要有一個影響 彈出來問你yes no yes no yes no 就是三天就按了 yes no 那天才是恐怖的 大哥 一秒加一秒 再加一秒 即是六秒 除非你對這個遊戲很有愛 你很喜歡愛花 或者很喜歡對你的女朋友 不然你這種玩家 普通玩家 基本上都不想玩 總共回來 其實這遊戲最大的問題 是程式方面 程式方面方面 是完全錯了 例如說 大家都知道 它有一個系統 以前NDS沒有的 它今天有多一個 就是錢 之前我們 很久以前我們說 就是阿蘇先生說 早上就好像專家打工賺錢 晚上就 可能平時花費 要專家打工賺錢 晚上就落 莫巴蒲 用錢 今天也 就是有錢的概念 以前沒有這件事 就是今代有錢 拍拖要錢 行樂吃飯 都要錢 原來我通常都不用算 那些事項 這個你猜 他的錢是很麻煩的 還有我也想說一下 他錢的系統 是不是這代才加了 是這代才加 是這代才加 我看到基本上 是很難賺錢 好像你要 有時候完成任務 才有 那些任務是超難完成的 可能要搞幾天才可以 任務那裡 最糟糕的就是 他說有些東西是隨機出現 那就糟糕了 隨機出現 即是幾時 幾分幾月 哪一個成就出現 結果結果 最後一點 我的錢怎樣得來呢 通常到差不多 爸爸媽媽就要寄些錢給你 作為一個學生 通常都是爸爸媽媽給你 所以我每個禮拜都收錢 其實沒什麼錢 即是當你買一些東西 你知道它裡面 好像很多相機零件 其他東西 其實有些東西買給自己 那些又是要錢 那你跟女朋友去約會 吃東西又是要錢 可能一個月只有五十多元 又不能夠錢 那你買一些比較便宜 零元有零元的 但你吃個巨帽 可能要給10個pont 那你已經沒有了 沒那麼貴 但我有個問題 我看過你們玩 他買相機還可以買鏡頭 但你講到這麼匱乏 那些錢 你的鏡頭哪裏變的 我們先來 任務 To Do 任務 我們先講 今代他講了錢 有錢也有很多事情做的 他的錢是怎樣 開頭很少的 網上玩家流 零元就說打工可以賺錢 不知道做什麼也好 不知道做什麼有錢 就是不知道 外花是沒有錢的 然後又問 好像其他話家說 我們收了錢 我沒有錢 為什麼 有人說 愛花很有錢 然後下面有門夫說 即是吃完飯 Yes 吃完飯萬歲 應該說 愛花 好像我這些 不知道會不會 遲一段時間 才收到家裡的錢 就是 但其實我是沒有發現這個問題 我想每個人都打了錢 我雖然那次應該都是一兩個禮拜 我對他不夠愛 對他不夠愛 對他不夠愛 即是Feeder有功能 走路會計數 走夠一百步有一個 不知BC幣 總之 每日給你換的 十個BC幣 即是換到 換了兩個 換兩個 一%的金幣 換系統 又要插的 每按一下 我要兌換這個 按三下曲 我們按之後 有什麼錢 按OK 再按下去 你現在有多少錢 再換多少錢 OK再按 現在你換了多少錢 OK 好了 換一元回來 再按 再換另外一元 即是我會按六下 才能換到兩元出來 這個蚊蚊皆辛苦 這個是每天都要做的 因為每天最多下換兩元 通常我都難得去換 所以我每天都要很努力 這樣按 實實說OK 那這個時間 我已經不理他 你有沒有要錢用 好了 那有錢派有什麼做呢 剛才說真的 今代吃飯 逛街那些 都要付錢的 但看好像不需要付錢 應該是 很協力 買有什麼買呢 雙鏈街 像剛才那樣說 相機 可以買 其實有什麼買呢 有CD 什麼 沒有什麼鞋子 可以買的 最重要是相機 今代 他可以說 多新功能 就是可以拍照 即是相當沒有的 今代才會有 即是VDX 根據虛擬軸 可以放下鏡頭 放下遠近 即是用毛骨 放下他 這些是今代 新功能的機能 但問題來了 開頭如設你的相機 很廢 好事 好差 好像拍八張相機 每個人拍八張相機 不太多 然後鏡頭 很似最高 無得放下鏡頭 那你想怎樣 那你不可以做定焦鏡頭 你一定要去電器街 出員那邊 買一些高階的卡 可以多數數 很多照片 不知八幾幾幾幾 很高 又要買一些鏡頭 一定焦 遠攝 什麼 模糊的鏡 然後買一些機身的摩托,減低聲音,激化物品,裝扮你貨機,隨時可能給不到多少千幣 即是最高級,有些裝備開頭沒有的,要買一排之後,你儲一個等級才會開出來的高級裝備 那些就是另外不利敗家之內,不斷放進去 你講到好像比現實更辛苦買鏡一樣 是啊 還有有人要補充,其實這個影響系統不只是抄PSP那些寫真女朋友 不是,寫真女朋友主族就是要拍照,這裡的影響只是同家機能 兩隻同時開發的差不多是這樣,應該不是有抄不抄的,真的很難看 這樣就好了 其實我都很想插一下這個影響功能,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說這個系統有些問題 其實我想說一樣,就是儲存它的相片的問題 但現在它的相片拍出來的解像度是十分之差的 六百幾十四萬多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今時今日VDS都可以有這麼差的 CAP圖之後的解像度這麼低,都算了 原來它要將相片逐張逐張過去SD卡 你記不記得剛才很多過程都是要按很多下OK才可以過去 同樣這些相片的過程都是要按很多下OK才可以過去 但可能一天裡面拍了二十張相片,二十張你都很喜歡 那你就要慢慢慢慢的按照去 不一定要究竟 這真的事就是és限,機會給你我覺得 他才會作為了按照片 göz ayuda 他當拍得完之後好像六百五十或是八十,那麽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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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請說沒有,我就説為了要放很多爵識的照片,或者儲存太假的都可以拍到二十多 reasonably 搭ор到三十個、二十張相片 啊他爆了呢,這倒沒有,即是要 cameras 把照片拿出來之後 然後擺了顯得好,然後把照片 non拿出來 然後看看呢段落地就沒有照片? 然後進來後我就像?? 就是說比較 sharp的照片,在忘圖到 hosting 當中設斌卡的照片 OK,那就進去匯匯吧 其實說真的,大隻來了 是一張接一張,每張慢慢按 它一頁也只有四張照片 是最新開始顯示到最舊的 即是如果你一張 玩機開始那天,最舊的一張 要按下一頁,下一頁,下一頁 記住,不能跳頁 下一頁,下一頁,下一頁 到最後一頁,最後一頁,按一張照片 再按,匯出,YES,OK 是呀,是這張了,麻煩你 時間了,我不想計時 現在已經是 其實這個真的,我覺得是Kolami設計的問題 其實近期都好像Miku那隻 坐飲我那隻遊戲,我也有CAPTO 其實CAPTO是很方便 一下子,一兩下就已經過了SD卡 我真的覺得這方面 你為什麼不想好怎樣過圖 方便玩家,我知道你很想 模擬一些現實情況,但你不是 為難的玩家,要他花這麼多 時間做一些很無聊,有沒有意義的事情 不是,有意義的,但問題是你要浪費 你浪費時間 他公佈有影相機的人,覺得那些玩家 好棒,可以拍得跟他朋友一起的生活 不過不好意思,複照沒有你的樣子 其次,你發了一頁,是很浪費時間 到最後我現在是,我不拍照算了 浪費時間而已 但你不拍照也不行,因為遊戲裡面 有些目標,你拍到某個數目的相 又會有新的達成 難道,我將X卡分成二十多張 一天找一個影片出去拍拖 拍一個二十多張就行 你一張X卡固定了 然後就是慘了 慘還是更慘的,這個不太多了 其實,作為一個未入門的Lappas玩家 聽過你那些 主要都是針對 一開始就喜歡Lappas 喜歡Lappas的玩家 的優點、缺點 但其實作為一隻 國民級的戀愛遊戲 這隻很大都叫 怎樣吸引一些一般人 所謂一般人 或者是本身沒有玩開這類遊戲 的人呢,是怎樣吸引他們 去玩這隻遊戲的呢 其實我都認為,好像很死忠 或者很Hardcore的玩家 其實是玩下去沒問題的 但不要說那些未玩過的玩家 就算像我那樣,其實玩過第一代 當我接觸了Lunar Plus之後 其實玩一個月 其實已經是很難頂很悶的遊戲 其實這個方面 為什麼 始終會比較沉迷一點呢 寬容一點 因為 舊時一二代 其實沒有那麼多筆的問題 我們剛才說過機能分別 其實今代 好像新加很多新的機能 很吸引 好像拍照很棒 但實際發覺是很白癡 即是完全將遊戲扣分的機能 今代加了很多 其實你說他誠意 是有誠意的 他加很多新的 每一代新增的新的機能 其實他做得 不知為何 腦袋是否停止了 還是怎樣 完全是 扣分機能 就是半倒置 今代開始跳進來 可能沒有之前那些 玩他 我覺得 不過麻煩的 玩過之前舊版的 再玩今代 新的機能 好白癡 我不想玩 就是 兩面都不同 就是 如果你說 以前現在這麼好玩 其實所謂的國民級 其實都不算太多 其實玩Luppert的 日本方面 比例不是特別高 其實都是 但其實在 Girl Game來說 他有名但不是特別多 都算十幾萬 好像都有 出貨量 十幾萬 你不要忘記 有些人是買三套的 有零零有愛花在金 好像Akima的水路那麼高 一共買一隻碟 大哥 說完 為什麼要加最高機密 不好意思 要加最高機密 小老爸 就糟糕了 繼續說下去 我笑了 為什麼 今代有些玩 但日本馬卡 其實特別高興 你叫做日本那邊 插筆 其實沒有台灣 跟香港那邊那麼多 可能不知道 他們太有愛 還是太有空 還是 玩了 他們本身都覺得不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現場裡面的 女角 是不是更加難營 不知道為什麼 對 他還有一個問題 例如說 大家都知道 iPhone有一個APP 是跟Andy的 因為3DS之後 他沒有更新過iPhone的APP 那別人要開發的資料 要放回新的東西 舊的東西 你很難說 很過分 iPhone有什麼錢 我要插這個東西 那你給了錢 你以為是無限更新的 無限更新的 無限更新的 大佬 Korami 好像做了很多 好 好心的東西 但最後 我發覺是沒有意思的 就是 今代 是有些 為何呢 限鐵不承過的感覺 就是這遊戲 這遊戲 你說差 它不差 一套 戀愛遊戲 一套 戀愛遊戲 這遊戲 都不怕 今代 要自己回答問題 雜細出貓 我上代也是要回答問題 不是 上代勉強會 真的要選ABCD 但考試的時候 成績高低 是跟你的學業能力高低有關 但今代 其實你學業高低 零都沒所謂的 你零的話 考試的時候 ABCD都選 不等於出貓 雜細作弊 沒有東西的 你說今代有趣 是有趣了一些 新的地方 是有趣了的 可能放學之後 女朋友說 請你去她的家 平時有空約出來 可以送禮物給女朋友 以前應該沒有這個機能 今代才有 今代才有 送禮物是有 買 去西月間買的禮物 一向都有 以前買 即是去西月間買了些什麼 你知道買什麼 但你不知道買什麼 你沒有圖片看的 今代真的有圖片 買一頂沒有 今代是有圖片 你倉庫看自己有什麼 有的看 我記得以前沒有 有的 不要印象 不要印象去看 為什麼買禮物不用錢 我自己都覺得 其實真的有這麼多東西 插她 但其實作為一個戀愛遊戲 玩這麼多戀愛遊戲 其實 Lupus 不要說Lupus 其實很多細緻的東西 在跟女朋友相處 會有什麼小事件 以前有什麼去旅行 或者上去人家 認識對方的父母 這些東西其實很多相對的 Gail Game 父母? 有出場 上當母的 只有名字 相對來說其他Gail Game 很少在這方面發展 即是跟你和你朋友的關係 亂外了 發生了事件 這樣就完結 這樣算 但在Lupus 很多細緻的東西 都會補充 這些東西 描寫得相對比較細緻 應該這樣上代 其實她描寫到周圍 根據你女朋友 即是愛家平時行街坊 講的東西 講的身邊 講的父母 講的同學 講的身邊 今代她有個劇部的地方 就是 所謂的 只有名掛名的配角 即是可能是 爸爸 鬼父 部長 部長 後輩 老師 甚至其他另外 你放棄了另一位女角 即是林子和玲玲都會出來亂入 即是在你愛花的故事裏面亂入 即是不會說 你有一大模式交了愛花 不理你兩個女人 她會 生失了 她不會生失的 她會有空出來出來 存一場的 即是你覺得這個世界 會比以前會生失了 即是這個是今代比上代好的地方 這個作為一隻Girl Game 其實Nupus 都是叫一隻 整個Girl Game 是叫習大成 由一開始你去認識她 追她 跟她拍拖 相處 這裏一路一路 要我說回 我以前玩Girl Game 歷史 由一開始 心跳回憶 那時一開始 就是Sakura大戰 這九十年代 嘩 主要是以追女為目標 不是要打遊戲為目標 你搞錯了嗎 對 你追什麼女生 打了Game Over 怎樣追女啊 就當作追女 也是打遊戲 成功 成功 Cover了遊戲的因素 當年她最有趣 說Sakura 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她的選項 是有個限時的 即是現在交遊戲 沒有限時的 今代有一種 不斷收時間 鬥斷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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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 才有同仁智 這件事出現 不可以出錯一方面的壞 你剛才都不同 其實這件事 這件事 應該是這件事 現實之中 白馬王子和公主 Kiss之後 有後續發展 大哥 不是Kiss就完 這故事 脫髮就補完 後面發生的事 就是 你要看警方的廣告 白馬王子不是人 還有白馬王子出現的 童話故事 童話故事是不會有之後的後續發生的 英國的白馬王子 就是查理斯 那些不是童話的成人 格林童話可能會 原本那半 先說回正題 其實這裏有一種轉變 去到千禧年 就有一個新的女生遊戲出現 就以不為追女為目標 而是跟你喜歡的女生相處為這個重點 要講例子就是 GS Markets 那時候有一奈的讀者企劃 例如Happiness 雙戀 Sister Princess 這一類 就是用這個重點 作為這個企劃 就是跟女生去怎樣相處 一起去游泳水 旅行 很知如此類的義兵 但那時候雖然這件事很受人歡迎 但亦都受到老一派玩家的批評 就是沒有這筆詳細描述 跟女孩的相戀 而缺乏這個真實感 那我建議你玩近期的Nublication 應該滿足到你的要求 應該滿足到你的要求 跟著 到現在的Nubbass 由一開始 就有搭模式 去到你追這個女生 跟著 再跟她成為戀人 之後的 每一樣 生活 都已經叫做 真真正正的 對 可能平時有些事情 女朋友的要求 我來街 什麼to do事件 今代加了很多 算是女朋友互動比較多 就是多於以前 以前可能沒有那麼多互動 今代的互動是多很多 女朋友會要求你做事 而你要幫女朋友完成 增加好感度 當然完成都不會扣好感度 是不是扣好感度 是不是扣好感度 我不是很清楚 好像扣好感度 不會扣好感度 如果講起to do這個話題 這樣 在友達模式 都是由一個to do模式 去增加你對女角的好感度 那些to do都很易做 友達的都很易做 但問題在於 那個易做還易做 但它貌似 它是會鎖死你的好感度 如果你達成不到 你沒有變過 你成功與否 影響性很嚴重 因為我試過 在追愛的時候 開了to do 然後去到一百天的時候 結果是因為to do 而影響到我追不上 然後我拌回一個save出來 我不去做to do 我不斷去平時跟她聊天 或者回後放學的時間 但在一百天之內 我完成不到追她的過程 我覺得這個to do 就可能是優點和缺點都有 算是反映了一部分真實性 當然啦 一個問題就是 你不可以跟女快要to do 一女快要求你to do 你不可以跟她to do 你不可以跟她to do 你想做什麼 不知道呢 對呀 還有另一個 我剛才想說 但又沒說到 那我再說 記得說 今代這麼多筆 有玩家說 大陸在攻的是 架低者得 整個程式都外判了 這個應該是真的 可能她當然不會認 但其實有筆經 還是可以說 已經爆出了 說起來 Lupus 其實有沒有播過工作名單出來的 一般遊戲 就會在Ending上面 就放一些工作名單 但Lupus 好像是沒有Ending的 有 有Ending 每一代 今代都是 有回答模式 之後會 播Ending 這個歌之後可以聽回 之後就正式的 亂用模式 即是中間之後 這個過程就播Ending 就是有員工名單 其實裡面那邊 有沒有看到什麼問題出來 在程式 沒有看過 你知道這些 聽過的 那些也沒得過 那些也沒得過 最好又突破都沒有 不要浪費時間了 即是放很久了 即是你看這些 看完一次之後 亂放進去 其實那些畫面 其實放回CG畫面 算了 飛往一邊 那時有個傳聞 有個說法是這樣 Korami知道大劑 發生了這麼大件事 所以說 這麼便宜 他拿到大陸 做餅帶出來 結果Korami做了一件事 其實也很奇怪 他就是叫員工 你們不要再出聲 你什麼都沒有說 但之後 那些人更加噁 你為什麼不出聲 Korami 都不是一間這樣的公司 這次這麼駝鳥 政策 什麼都不肯出聲 他就吵他 結果他很尷尬 寫了一封道歉信之類的東西 這次真是壞了 我們希望有什麼辦法 去改善情況 所以大家看到後期 他好像答應了 會有一些更新檔 但在這一刻我好像 最新消息 六月中 就會第一回甘生 然後 大概 八月 到九月 就會第二回甘生 但是這遊戲 是2月14日出的 但你到六月才有新的甘生 其實我會懷疑 他是不是有能力去改 即 更新這些Buds 還有他之前都說過 其實他在更新上面是有難度 因為你餅大一點 那些容量差不多用完 你都不可以用 XD卡身為有XD卡 他還原回到10MB的位置 給大家用 即是叫你買東西 XD卡 買一包XD卡 引了你老婆的XD卡 但你把XD卡插入機動下 看不到你老婆的樣子 不知為什麼 這個說回道歉的問題 其實現在日本公司 已經開始了一種轉變 不單止是遊戲本身轉變 日本公司的遊戲公司 本身他們自己來保了一些轉變 好像說回道歉問題 以前Idle Master 2之後 不知不知哪個加強版 有曾經出過四個男性Idle 那件事 不是男性是偉良 不是 這是第三性命 又是被人插了一件事 但當時 一般來說出了這些問題 會有個公司代表出來 是高拍公 對 以前是高拍公 對 以前是高拍公 例如說 辜負了很多玩家的期望 非常之對不起 客人都說一說 但現在這件事 那件事 反而是很積極地去解釋這個現象 其實這個角色 並不會出現 不是作為一個跟玩家對等的存在 所以只是一個二兵裡的NPC 增加這個遊戲的樂趣 算了 算了 不如這樣解釋 其實她原本是女角 不過我不想打多一個M字 而已 這樣說 會比較好 可能會變得更好 可能會變得更好 可以了 沒事了 這樣還搞定了 收費公司 大佬 這次的果欄 真是完全 初來她強硬 但聽說後來 好像銷量不行 即是初期 我們這些 死忠會預訂 但後來死忠預訂了之後 然後買那些 就是跟口碑的新玩家 新玩家不進來 她就玩完了 所以她之後才死死地補貼 聽說全是這樣的 這件事 我總結說 其實KORAMI 流失了一批老玩家 即是舊批 老玩家應該不會流失 流失就流失不到 那批人應該說 我才拍了兩三年 這隊演員已經在流失了 我不是死忠 我不是用家 但我覺得應該會有些人 真的會走 不玩 不,有的 他們玩回舊版 日本玩家有個最可悲的地方 就是他們走不到 他們走得去哪裡 不,有的 玩回舊版 不,他們很厲害 是保持舊版的程式 即是說新版 不能無約的 跳回舊版去玩 所以跟舊版同事一起去 日期一樣 這算是不能解決終極的辦法 不過你說吸引一些新玩家 至於一款遊戲 原來新系列 一定要吸收新玩家 你吸收不到 基本上你的遊戲 基本上是死的 所以他都知道自己 今次的銷量已經很差 我不知道銷量是怎樣 但應該是差的 所以他可能 事後看到的情況 都是要走出來道歉 最簡單的就是看雜誌 其實 這個銷量推出的時候 其實爆一一筆之後 雜誌是一面 宣傳說是不錯 對於一筆是隻字不提 你發現這些問題 我怕會是 即是沒有理由爆到網站 這麼嚴重 雜誌完全不發聲 很容易有封口令 大坑說是暗口費 那賣多少呢 我就不知道 那就是你送那間餐廳 好像是全套 套法特典 好像很貴 已經拆散法 那價錢跌了多少次 我怕不出聲 我看著 那時候我看過大概都千 現在是1200左右 對呀 不停下跌 全套1200 限量版好像還要 排隊買的 對呀 不停下跌 那個價錢是 那裡好像是3萬日圓 本身是CN的 我記得之前 我看到有些是3萬日圓 因為一開始被人比拔到 十萬 對呀 八萬 因為那部機器 你不知道它是給誰 對呀 對呀 所以那些人都放上去 阿森就要比拔 那是Double 是Triple錢 比拔到 但不知道為什麼 隔壁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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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那些是HKD的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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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都是3DS第一位 所以你說它很低 我又很難回答你說是 因為我們全部訂購了 你不知在那時候 預訂購了 之後的銷量 跟上一、二集比較 同期的銷量 是否會比較低 之前的銷量好像是更多 這個會有少少跌了 以初周銷量來看 就不算差 後期就應該是後計不敬 因為銷量真的很多人掉下坑 是很多新人跳下坑 應該是平台轉換的關係 令到一些玩家卻步 這也會是其中一個原因 但問題是本身銷量 這銷量算是好命 它發售之前的銷量 因為3DS減價算是大量的 如果平台不夠其實也不算是 還有一班人真的為了銷量 而跳下賣3DS 這個應該不算是一個進來的理由 其實以Gilogame來說 10萬都不是一個差的成績 10萬都不算是特別厲害 所以說它是鬆油 對比PGGame又是 對比PGGame PGGame10萬都不算是特別厲害 肌肉保持者都是比較輕鬆的 對比PGGame10萬都不算是 10萬是對上Gurado 然後破了是FaceDain FaceDain是由FaceDain 接著出HA 接著出那些 慢慢滾滾滾 然後現在FaceDain 然後再賣 再賣13萬左右 對比PGGame10萬 其實到2008年就停了 他有意識 有意識 但他的數量一定不多 對 因為他由2007年的時候 都已經過了10萬 3年之間 但如果你說算移植版 那些來計算 這個數來比 未必算是特別出色 對 那是FaceDain的遊戲來比呢 FaceDain的遊戲 你計算不是Monhan 最大最大 計算Monhan沒得玩 Monhan是多於20多倍的 但你不要忘記 但New Love Plus本身就是FaceDain 都算是震生之寶之一 但你應該有這樣的銷量 其實是否有點尷尬 他比鐵拳城街霸 好 好答案 那也好 一隻公認為銷量很差 就是垃圾級的 垃圾級銷量 的格鬥遊戲 那你有什麼比呢 大哥 那你要找這個 就贏 我就找過這個 初周應該是XBOX加BSR 只有六萬多隻 那一個 是啊 六萬多隻 說真的你的數字真是喪算 六萬多隻 那就算了 那這隻遊戲有愛的會計 就有愛下去了 那沒有愛的 你好像沒有說過麻美北 轉頭北 你說了什麼 我不覺得 那你說了就不用說了 不是啊 即是他那個北就是那個高度 人的高度 高度 抗高了 我沒有見過 至少 我見過那些相片 即是 你見到那個 不是啊 你真的講北很多 例如說 大家打動 你分享一下才行 那些沒有玩都不知道 這麼多北我怎麼知道 還有一單 我打動那隻遊戲玩 女朋友說 即是他平常會走開 向畫面左邊走 之後是消失了 那這個 很多情況 我沒人再講 大哥 這兩個都算少 我試過遇到是 就是支架筆 他講而已 你知為何沒見過 我的頭不知道 喂 不不喔 我掙都是說 整個人向上 挾掉了 即是好像麻美的位置 會這樣 螢光幕的頂 就是他的頸 那位 只是看到他的下半身 和他的身 頭沒了 那樣 你那邊怎樣 就斷了 即是一個機能上 這個功能改進 以前有功能沒有的 看裙底 但是看不看 以前你這次下字 可以慢慢去到裙子的飄逸之間 我要說回,他在發作之前有一個PV的,Youtube上 看到外花上學的,可以鏡頭送到下面的裙子飄下 很飄逸的飄下飄下,那種3D的紋理當然是很高水準 然後外花就有一個討厭,什麼二一大有知者 然後玩家說,正啦!3DX!希望來了! 發作之後發覺,咦?不行了,可以按下鍵嗎? 因為我們不是要按,我們要向上望才行 大家學說,好像PV那段PV一樣打那部機,開了3D,走 第一天看到他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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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上半身 下半身是絕對看不到的 但問題是在舊版、無印版和第二代的時候 按下鍵,可以在下面的裙子裡看到的 雖然是馬賽克 其實可以的,你只要將部機打動,然後再開那個水平 你再打高那部機,那你就會看得到 是不是真的可以的?我先回去試試看 看到條裙子,飄下飄下飄下,但是你不會看到裙子 唉,真是失敗 就是,當時Youtube那麼大 你永遠的白武打三角洲 下面那個 不是說冰革嗎?那個 你說到這裏呢,我想起另外一款遊戲 是一般向的 這個N年前這個三國無雙,第二次出Empire版 三國無雙應該是第三代 出Empire,第六代Empire就是出了 那時候第三代Empire有個特別模式 叫做人物setting模式 那就是你可以教那些人物動作 例如我要出邊招 然後你可以自己放大縮小,教國度 那我就在那裡無鬼聊 因為作為一個恩基愛好者 就在那裡shift,在那裡找他 因為那時候,恩基的裙子 是那些,就是好像 奇寶 對,它像什麼呢? 就是像 Marcos F.Cheruru那件軍服裝 但是呢 它在膝蓋那個位附近 就有兩塊薄紗的 所以你那個位,扭來扭去 經常都是看到一個黑色的洞 好像黑洞 看不到進去 直到你發現 就是要靠這個叉廚4 就是踢高上來的那個招 因為它用靠叉腳 就變成一個類似Ampire的動作 那你才會看到 你真的很有毅力 真想說一句 有理題 那你們在研究這些 會不會分享一些N年前的東西 你真的很喜歡玩毛草 算了 算了 我們看看什麼時候 會有些add-on 可以呢 這個脫衣模式 算了 不如說回到Alufus 這個是你期望吧 對,我先插多一件事 大家都知道我朋友有kiss模式 是附近有人看著你的目光高 是kiss不到的 可能附近有隻眼仔衣服 大家玩Tikerman都知道 很多人看著很多目光的 高目光的東西 就是做不到E.O的東西 然後問題來了 去到外巴的房間 或者我的房間的時候 目光是三度的 然後我問 喂 監製方面都有人看著你 有監視器 有監視器 Ding 你要弄香監視器才明白 那 那 外巴的監補房間 有鬼父看著 那我監補房間 也有監視器 怎知他有沒有有人裝 你以為鬼父 鬼父老爸幫我裝了 算了 那你投訴完了 是否說你 有什麼期望 我還有一個不中嚴重 因為我在Lupus那裏 其實都收了幾多他們的禮物 那我要回禮給他 那我不斷地買東西 那去到NiuLupus這裏 我會計成 那是會計成以前你送給他的東西的 那以前送給他的東西 會全部寫在白色情人節送給他 但是很明顯那些不可能 在同一時間送 同一日裡面 十幾個禮物 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 就是原來你 繼承了很多禮物的時候 你在遊戲裡面 你是買不到新的禮物 結果我現在只剩下 繼承的時候 會有一些特典之類的 那些 可以拿到那些禮物 我只可以送那些禮物 暫時 但不能撐這些禮物去嗎 撐不到 送給他有紀錄 撐不到 我還沒試過 我買不到新的禮物 因為你不夠多禮物 幸好 因為我買不到禮物 結果我留下一件禮物 起碼留在他的生日 那時候送給他 如果我生日送不到他 我一定死定 死定了 人發生的救命 酸然點 可拉米快速 更新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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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更新的禮物 我最怕 就算我送完這份禮物之後 我也是買不到禮物 這樣就死定了 聖誕我送不到禮物 聖誕我送不到禮物 然後如果夏天的情人節 我又送不到禮物 一定要啦 你送你自己給他 我送到的話 都可以的 算了 大家可以看到 今代這麼多奇怪的筆 你說不好玩 又不是不好玩 它有深思的劇本 例如情人節Event 它今代好過之前 它有時見有劇情 但真的 那些筆都很重 那些筆都很重 接受見仁見智 有愛又繼續玩 沒有愛的話 其實 嗯 推交給新的朋友 你不是完的了 你完的了 你完我先賣個廣告 好啦 大家聽完一隻 3D的戀愛遊戲 那下次呢 是會有一隻3D的調教遊戲 真的要打電影 都是3D的戀愛 都是3D的戀愛 你可以當是 戀愛真的調教 這樣呢 是這個Custom Made 3D 那這個大家請期待 話說好了 大家有沒有這樣想 笑笑笑笑 有什麼祝宗為言 跟外花講 或是跟人家 跟人家講 我不會代言 好啦 那我們下一集回來 期待 有什麼預告會成真 還是講笑 還是預言節 好 拜拜